ROMA 哈喽 在上空傍晚 晚安大家 國慶快樂 聖晚安 內容晚安 活動情號晚安 廁所晚安 小果命聖晚安 哈囉小學晚安 聖晚安 珍惜而去晚安 同晚安 謝謝聖的大本氣球 阿超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今天有出去玩嗎 還是都在家裡呢 我是都待在家裡 因為平常太累了 放家就只想待在家裡 而且 唉 為什麼剛好是放禮拜四呢 禮拜四是我課最少的一天 謝謝德瑞克的冰晶玫瑰 大家跟我一樣都是宅宅 嗨嗨晚安 聖兒晚安 Gordon 晚安 謝謝聖典的應援棒 跟大家說 對 禮拜四是我課最少的一天 然後呢 我一個禮拜有兩天早八 分別就是禮拜三跟禮拜五 對 所以我就有一種 我就有一種 就是我才剛上完早八 然後明天又要面對早八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因為昨天是上早八 就很累 然後我昨天 我自己印象中 因為我昨天回到家是九點多 我印象中 我大約在十點的時候 我不省人事 對 就是又來了 大家我又來了 我第一次發生在公演 就是連三天公演以外 我第一次不省人事 這真的是昏迷喔 就是我前一秒我還有意識 我想說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我還沒有卸妝還沒有洗澡 就這樣子 我至少要撐過 我至少要撐過 然後我就不省人事 所以我自己記得約莫是十點 左右的事情 隨機播放一下 就客廳的燈 房間的燈都開著 然後我沒有洗澡 沒有卸妝 沒有刷牙 然後我就這樣昏迷 而且昏迷了多久呢 好像是 我印象中 我真的很少這樣子喔 我醒來的時候 我看時間好像是四點 四點三十幾還是四十幾 就快要凌晨五點 我驚醒他 天啊 天啊 我沒有卸妝 然後我就這麼髒兮兮的 睡著了 然後燈全部都開著 超級糟糕的我 超級糟糕的 我第一件事覺得天啊 完全因為我之前 也有過不省人事的狀況 但是我至少是有先把我的妝卸掉 才昏迷 但我昨天是 真的第一次完全 就是 睫毛膏啊什麼 完全都沒有卸掉 我就這樣睡熟了 然後 我起來第一件事 我當然是趕快先 把我的妝卸掉 太可怕了 我希望我 我今天臉當然還沒有 那我不確定明天會不會就長一些痘痘還是什麼 但是因為 好險我的妝很淡 所以我自己 我卸妝的時候 我是用那個化妝黏沾卸妝水 然後我這樣卸的時候其實臉上是 沒有什麼粉底的顏色的 就是 也有可能睡覺有磨蹭掉一些 但是就是 反正我卸的時候就是 臉上意外的就是 就是有出油一些 但是沒有 沒有什麼粉底 所以就還好 還好我的妝算滿淡的 但還是不太好 然後我就 那時候就趕快起床 反正第一個我就先卸了我的妝 然後趕快刷牙 我真的沒有辦法容忍我那個臭嘴巴 就這樣子繼續睡下去 可是其實我還是很困 只是我驚醒了 發現我都沒有關燈 然後就髒稀稀的這樣 然後我覺得至少 我覺得臉這個一定要顧好 然後刷牙 對 然後 又睡回去 又睡回去 然後我想說不管了 反正都 就已經髒稀稀了嘛 就睡飽了 再說 對 然後我就 又回去睡 然後 今天好像睡到 好像也是睡到 好像也是睡到 10 欸是10點多嗎 10點多左右吧 就是有睡得非常的飽 對 但是明天又要面對早八 所以我現在還是覺得非常的 不想要面對 真的太困了 你們知道嗎 就是 就是 要忙的事情真的 很多很多 然後加上昨天 因為是早八的課 然後 而且因為最近就是入秋了嘛 就是 天氣也比較涼 天氣比較涼一些 特別的好睡 我已經開始擔心 冬天的我會 要怎麼辦 早八真的是會起不來 非常好睡的天氣 我昨天中午的時候 還在學校找了一個 秘密基地 躺平睡覺 真的 太累 真的太累了 可是因為 午休時間 就也短短 大概就睡了十多分鐘吧 然後 然後 然後因為昨天就是 真的是滿堂 早八一直上去上 然後下午又有連三節課 然後都 就是 就是上課的時候好幾度 都快要撐不住 可是呢 可是呢 因為 因為我 進教室的時候 我不知道耶 那天大家就是 也不是那天 就昨天的事情 就是大家就很早 就去佔位子 然後我就是 就是 我就是睡飽了 然後再 背著我的書包進教室嘛 然後 就 我進去的時候 大概是前 打鐘響 前十分鐘我才進教室 然後那時候座位已經 全部被佔滿了喔 就是 後面 中後的座位 全部都是滿的 就是 都被佔光了 然後 變成呢 我就只能坐在 正中間 就是 教室的座位是 左邊 中間 右邊這樣子 然後 後面的座位 全部都被佔滿了 然後我就只能坐在 正中間第二排 就是 正對老師的那個位置 然後 我就真的非常的想要睡覺 但是 我又不能睡 就是我就坐在那邊嘛 坐在那個位置就是會特別被老師關切 就是老師 舉什麼 範例的時候 然後 就一定會站在我的前面 然後 然後 問問題的時候也是喔 就是都 都沒有人要回答 然後 因為我就正對老師 老師看著我 我看著他 然後我就只能回答 然後我就覺得是怎樣 這班是死了 是不是 為什麼沒有人要回答老師的問題啊 就是我 就變成我必須要很全身貫注 我就覺得我簡直是 就是 我自己莫名的覺得我有這個責任感 我要撐起這個班級 就是我不是班上的任何幹部 但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老師問問題的時候 沒有人跟他互動的話 那課程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就乾在那邊啊 這還是我到現在還沒有很適應學校的一個地方 就是 為什麼大家都不理老師 大家為什麼都不理老師啦 我真的是覺得很心疼老師耶 就像昨天老師只是問說 老師問說 因為我們昨天在上的課程 就是有點就是 講一些國際觀 然後就有講到說 一些永續環保的一些問題 然後就因為最近也是那個 美國的總統大選在即嘛 然後老師就有提到說 像那個 現在那個 川普的話 比較是 比較是 就比較偏軍事化吧 就是美國是第一強的 然後 然後 可能 對於環保的話 就如果你要 你要 對環保盡一份力 你可能就必須要花更多的 錢 就是像所謂的什麼 什麼有機的產品啊 或者什麼太陽的 就是 而且因為環保的東西 通常就是要花額外的錢 但是對環境的永續是比較好的 對 那川普的話就是比較是 偏 就是我可以做好經濟 但是環保那一塊 可能 就他不是那麼在意 那 另外一邊 賀錦麗的話 就是比較 會關懷弱勢啊 然後 比較注重環保啊 但是如果 以商人來說 當然是會比較支持川普嘛 但是 可能 以比較 貧困老百姓 或是 環保人士 就會比較支持賀錦麗 所以現在也 誰勝誰負也還很難說 對然後 就老師已經講了這個 前言嘛 然後所以就 就問 同學說 那 如果以環保人士來說 的話 會比較支持哪一位候選人 那前面已經講了那麼多前言 那很明顯就是 賀錦麗嘛 然後都沒有人要回答 大家就一片 安靜 我想說大家是不知道嗎 還是前面沒有在聽 為什麼大家都不回答 然後就是 會空氣很凝結 我真的是受不了那個凝結 所以我就 賀錦麗 就是 我又 我不想要在班上 很醒目 你們知道嗎 而且我聲音又 這個樣子 可是就沒有人回答 我實在是受不了那個 那個 空拍 就是老師前面已經有講一些前言 所以很明顯就是要誘導 對我們回答出那個 但是沒有人要理老師 對 可是沒有人理老師 那課程就一直 老師一直 所以是誰 然後老師問第二次我才回答 我想說為什麼他不回答 就是 但是這個也不能算政治議題 對呀 就只是說就環保而言的話 環保人是會比較支持哪一邊而已 然後 後來也有討論到一些國際議題 然後 老師又問到說 就是 要讓全球的經濟變好的話呢 就是除了環保之外 然後 國家的那個貧富差距這些也都是很 很重要的嘛 然後 然後 就有提到一些 比如說像是 智工 對 智工的話題 然後老師又問說 那同學應該就是也都有做過很多的 就是 智工服務嘛 就是 就是 畢竟 你知道大家為了 而且很多人會在那個 就是升學 前 就是一定會 就是要去做智工 就是可以獲得一些額外的 加分 所以我 我是不信班上其他人是沒有做過智工的啦 雖然 我覺得我應該是班上做的最多的人 但反正老師就是想要詢問大家 對有沒有做過一些 智工服務的經驗啊 這樣子 有的舉手 然後 沒有人要舉手 然後我就坐在老師前面 然後我就想想 然後為什麼沒有人要舉手 然後舉一下 然後我說 那是做什麼 什麼類型的 然後我就想說 最好是 我不相信班上沒有人 沒有人做 他們一定都有 他們 要申請學校怎麼走 可能沒有做過智工 可是就沒有人要理老師啊 然後老師就一直 沒有人要舉手 沒有人做過嗎 我想說 快點救一下老師啊 就不然一直這樣子 我簡直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就只是說 有做過智工的舉手而已 就舉手很困難嗎 只是舉手而已 看來都 沒有人要理老師 然後其實我真的很想睡覺 我真的很想睡覺 我真的很想睡覺 可是我就沒辦法 我就坐在那邊了 然後又沒有人要理老師 我就不得不回答 班上唯一一人 我不是啊 我真的不是 我覺得同學不要再逼我了 同學不要再逼我了 我真的是 舉了會被問 但是也沒有什麼啊 就只是 而且如果很多人舉手 老師也不一定會問你啊 而且如果很多人舉手 老師也不一定會問你啊 對吧 去公司練舞 去公司練舞 然後 對 所以我整個就是 而且從早上八點喔 然後連 然後已經 早上八點 然後上了四堂課 下午連三節 晚上練舞 我整個已經 而且又是非常全神灌入 都非常的耗腦力 就是我們那些課 都是不太能睡覺的 我昨天早上八點的課呢 是 就是上 生活藝術相關的 然後那個老師就是 很喜歡跟同學互動 就是要踴躍舉手的那個 然後我們 我們就是有分 我們總共分了九個小組 總共分了九個小組 然後就是要 就是 舉手 舉手答題的話 你就可以幫整組加分 這樣子 然後昨天呢 可能因為天氣比較涼 我八點 到學校的時候呢 老師就先點名 對就是 因為人非常的少 所以 我不知道好幾堂課老師 都是這樣子喔 就是 早上八點點名 有到的 加分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那一組 早上八點到學校的時候 我們那組到的人 只有我跟另外一個人 總共只有兩個而已 所以我們是有被加分的 對 然後呢 我本來想說 其他同學應該只是來得比較晚而已吧 然後沒有喔 就是一直到 一直到兩節課過了 下課的時候 老師再點一次名 也只來了一個 我那天上課我就一直 欸不是那天 就是昨天 我昨天上課就一直好無力喔 就是 就是 因為 舉手才可以幫整組加分嘛 可是我們那組 就只到了兩個人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呢 他一到 他就一直在睡覺 就是他有到 可是他一直睡覺很困 還是怎樣 然後 每次老師問問題 我就一直舉手 就只有我一直舉手 可是其他組的話 就是 人多嘛 所以他可能一提的話 欸 A同學舉手 B同學也舉手 那這組就加了兩到三分 啊我的話我一提 我一個人舉一次手 就差不多了嘛 然後結果我 努力了兩節課下來 我也只幫我們組加了四分 可是我就覺得好累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一直要搶答 我一直要搶答 可是 也只加了四分 可是別組有人加到八分了 因為他們人很多 一直踴躍舉手 而且我也不是每一提我都會 有些 有些問到 什麼哪裡的首都什麼的 然後 我也就是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不可能每一提都會啊 就是我會的題目 我已經很努力舉了 可是只有加到四分 然後我就覺得好累喔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同學都不來 那不是所有都是問地理題 有些可能是一些 知識常識 對但可能不是我的領域 我就不見得會知道這樣子 所以我昨天真的覺得我一整天我都覺得我身心俱疲 就是 就是 一直都要 從早上八點一直保持高度關注 就是 很集中專注的模式 然後一直一直這樣子到下課 就是 然後去公司練舞的時候 昨天學了 新的舞 雖然說 舞蹈並不是說特別的難 但是就是要記那個順序嘛 然後所以也是很燒腦 就一直 一直燒我的腦袋 然後我就燒到回家了 我直接不醒門 是就 就這樣然後就到 到凌晨快五點 對所以我今天就是覺得 我今天就是想耍廢 我今天就是不想要動 我今天就是不想動 然後 剛剛吃完晚餐 然後就看了一下時間 啊 九點要開播 開播完 洗個澡 又要面對明天的澡 然後就覺得 我不想面對 我不想面對 今天鼠媽還打電話給我啊 然後就說 你沒有出去喔 今天不是放假 我說我累得要死 我昨天都不醒人事了 我還出去 我直接 我直接大抱怨 累死我了 欸我真的 我覺得 剛開學前幾週 我其實都還蠻興奮 因為很久沒有上學 然後現在的話 其實上學還是 還是開心的事情 但我覺得有一點 有點 開始覺得有點疲累了 但是 疲累的點 不是因為學校的老師教不好 還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就是有點覺得 有點 就是關於要分組 之類的東西 讓我覺得很 很累 就是 可能是 不是學習方面的 我覺得比較是社交方面的 疲累 對 但我有點在想 我為什麼會是四五點 那個時間起來 但我想了一下 因為開學的話 我平均一天都是睡 也是有睡到六 六七個小時 所以我晚上十點睡覺的話 我在凌晨五點醒 好像也是 是一個正常生理始終 其實那時候腦袋算是清醒了啦 但是就是覺得 不行我要 我要再把這幾天 跟沒睡飽的分睡足這樣子 這樣子 對然後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有說 我在班上 就是有 就是我們有五個比較好的一群嘛 不是其中一個 可是我還有另外四個同學 我們就是常常分組什麼都是一起啊 然後 然後 前面我也覺得他們看起來都是蠻認真的同學 然後大概到三四周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開始一個一個消失 就比如說早八的課的時候 那同學直接沒來 然後 可能早八時候是A同學沒來嘛 然後 然後 像上次的話就是可能 上到下午 一二節課之後 然後那個同學 B同學就說 他要回家了 就是 然後 又少了一個B 然後 然後小呆呆 小呆呆不是AB同學 小呆呆是C同學 然後他也是常 就是我自己上課上了 一半 他是那種第二節都快下課了才來的同學 好幾堂課都是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是怎樣 就是 我覺得我 為什麼我剛好我的那一群就是 就是 他們其實是 我不知道 就是他們 就是 已經開始跳課了 就是 已經開始了 才第四周 已經 已經沒有出現了 可是 可是別人都乖乖的啊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好我的那一群 反而我是到下 還沒有缺席過的人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就是 我還要一邊工作 我應該會是比較忙那個 然後沒有 我身邊那幾個同學 對 他們都已經消失過了 好 剩下第一同學 他目前跟我一樣 都還是全情的 對 這很正常 這很正常嗎 但是我很累耶 就是我很想要 有好的成績 我想要幫整組加分 我想要整組的 報告作業是好的 所以我一直很積極 但是我就 才第四周 我就覺得有點 有點疲累了 但是 就覺得好像有點 就是因為你已經 大概習慣這個小圈圈 你就很難再跳脫出去 然後我現在就覺得我好像 困在那個小圈圈 有一點 有點迷惘 現在在學校裡面 我最好的朋友 應該是露獎 但是露獎是別系的同學 然後我就常會覺得 是不是選錯科系 就覺得如果可以跟露獎同一班 就好了 露獎真的 好可愛喔 就是像 我現在的話 我基本上我是 禮拜一禮拜二的課 就是基本上都是 跟自己同系的人一起 然後像 三跟五的話 比較多選修的課 就是 像中午吃飯 什麼都會跟露獎 還有他們系的同學一起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 一二的 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 很有壓力 就是我又要 我又要 撐起 我又要撐起這個 這個組了 就是 跟自己同系的人比較多 對然後 禮拜三跟禮拜五跟露獎 還有他系上 其他同學一起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開心 就是很 真的很放鬆 對 就我覺得可能個性有關 我不知道可能 可能 maybe科系 就是 路獎的那個科系 我先不說路獎是什麼科系 反正他們那個科系可能 就是 那個科系的人都比較活潑 然後我選的這個科系的人 都比較 就是 他們也是好人 但是好像這次上課 就比較悶一點 路獎的那個科系的 大家都蠻活潑的 對 因為像我的話 我原本是只認識路獎嘛 但是就是 常跟他們 系上的人 一起吃飯什麼的 所以我跟他們 系上另外兩個同學也 蠻熟的 然後他們都蠻活潑 蠻健壇的 對然後想說為什麼 就是 跟自己班上同學的時候 反而就是 中午的時候我們都是 各自看各自的 手機 就不太會聊天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因為今天是 國慶日嘛 然後昨天上課的時候 我就看到 很多同學都拉著 行李箱 來學校 對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他們要 就是返鄉 就是 蠻多同學可能就是 從中南部 上來 北部讀書了嘛 對 可是 明明 明明 國慶就沒有放廉價 可是昨天已經 就是大家都拉著 行李箱上來 然後就說 我們禮拜五沒有要去學校啊 對 我們自己自動放廉價這樣 耶回家 對 而且有 有些人的行李箱 超大一坑 我看到說 哇 你要出國 他說沒有要回家 那行李箱太大了吧 那種26吋的喔 超大一坑 對 然後因為 禮拜五早上是體育課嘛 然後就是跟魯獎一起 然後魯獎還是 他就說他們西上的人都沒有要去上課了 然後他就說他也有點不想去上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懇求了 然後我說 哈 可是你再不來就沒有人了 我就沒有夥伴了耶 然後魯獎就 好啦我還是去上一下這樣子 對 就是魯獎他 就是 差別是說 就是我們西上的人 他們會突然 不想來 就不來上課了 但是魯獎他不想來 他會先告知我 對對就是他 他不來至少讓我有心理準備 我那天會沒有朋友這樣 但是 但是在我的肯求之下 魯獎有答應他 他有答應我 他明天早上八點會來上課 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真的很感動耶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太喜歡魯獎了 你看他就算想翹課 他也會先跟我說一聲 就是至少有先告知嘛 我沒有我沒有在請了 我只是對 我只是希望有一個夥伴這樣子 對大家都自動放假 所以我就覺得大學好好困難喔 就是 就是 可能因為我是 我真的算是偏乖的學生 我是 能到我盡量到 因為 應該說 如果之後有工作 會打到上課的話 那我會不得不請假 雖然目前是還沒有 但是我就覺得 就是 我擔心我之後會有不得不請假的時候 所以我能到的時候我一定盡量到 我是抱持這樣的想法 對 但是就是身邊的同學就是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變少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點無力 對 翹課會互相告知就變成集體翹課 我的話我盡量我還是到啦 我還是個乖學生 對 25號我一定要請 25號要幹嘛 握手會的前一天喔 握手會的前一天要幹嘛 握手會的前一天 握手會的前一天有什麼活動 哦 我要去那個 那個什麼 翼拉展 但是我可能不用請假耶 因為我本來 我本來那個時間 11點那個時間我本來就是空躺 對 我禮拜五那個時間本來就沒有課 所以我可能不用請假 對 其實原本 原本是排我是星期三的 對 但是因為我星期三是滿堂 所以我就問公司說 可不可以排禮拜五 因為我禮拜五是唯一有空堂的 所以其實原本我是跟路卡是同一天 對 但是 但是因為 我不想要請假 因為禮拜三的課是必修 不太好請 禮拜五比較 比較是 選修課 所以我那時候才問公司說可不可以 換禮拜五 對 然後公司就叫我 就是成員自己協調啦 然後 因為 少童也要上課 他也是只能禮拜五 所以後來就變成說 就原本我跟路卡是同一天的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 我跟少童一起 然後 逸琳跟路卡是同一天的 對 其實是 是我想要換時間的 是我想要換時間的 時間要弄那麼緊喔 我就是喜歡 我就是時間管理大師阿 我就是時間管理大師阿 謝謝David帶你去瀏覽 體育課是好請 沒錯啦 但是體育課是早八 我早八上完過去 11點15分 是 綽綽有餘阿 我完全可以上完體育課再過去 我完全可以上完體育課再過去 是ok的 只是下午的課敢不敢回去的問題而已 對 但是我就想說 反正 就頂多也就遲到一下 有點像小帶帶也常常是 那種 就是 下課前 下課前才點名 所以 對 基本上都要點名簽趕到就可以 雖然說對老師不太好意思阿 但是就 算是工作也沒辦法 不然我平常我也是 可以不請假就不請假阿 就到時候再看一下時間怎樣 但 應該快閃電那個活動也不會到很久 就 可能就 頂多就第二節課再到之類的 但是應該是不 不太需要請假阿 對 請假很麻煩 請假很麻煩 因為去上課 就是 挺快樂的阿 很多下午要上班 所以你們去那個 易拉展的時候也是 請上午的假 然後 然後下午再去上班 是嗎 大學體育課只上課點名下課就自由走 但是我上有氧舞蹈課有點 有點難走掉阿 就是 有氧舞蹈課在室內 教室嘛 那你早上你進去點名之後 你那個室內你要走掉 太明顯了 又不是說很大一個球場 你偷跑老師不會發現 我們就 那一個有氧舞蹈教室 也就那麼一丁點大小 門口就只有一個 出入口就只有一個 你要走掉老師還不發現 那老師 對啊這 老是又不是瞎了 有氧舞蹈有點太好發現 有點太好發現了 對 除非把自己的顏色調淡 可是我覺得我超顯眼的 我覺得我超顯眼的 可能我先把頭髮染黑可能 我這個髮色真是很明顯阿 而且我覺得我的長相也是 偏好認的嘛 就是 畢竟臉就圓鼓鼓的 跳著跳著默默跳出教室 是要怎麼跳出教室來 感覺TP的粉絲職業是一個謎題 不管活動怎麼樣都有辦法到 我也覺得蠻厲害的耶 我也覺得蠻厲害的 就你們的工作真的那麼好請假嗎 就是我們每次有任何的快想活動 或者是 就不管在北中南部任何時間 Anyway Anytime 就是 大家都可以到耶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耶 而且連那種校唱是你們 校外人是不能進去的 大家還是會到門口就是 來見送我們 我都覺得 太有心了吧 像上次紀南大學 那個超級深山的耶 我坐上去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快吐了 那個深山裡面 我想說在那深山裡面 學生要怎麼翹課 而且翹課 都沒地方去耶 就是還要下山 有可能要搭半個小時的車吧 下山都快吐了 然後來 就是 如果是我讀在紀南大學 我不會想翹課耶 我就 我就在山上修行好了 如果是真的覺得TP的粉絲 真的很厲害耶 就是真的 不管活動地點辦在哪裡 然後幾點 然後隔天大家上班 他都會到耶 真的很神奇耶 因為 有些公司聽說是請假很麻煩 不好請什麼的 大家有公用的任意們 有這種東西可以分享給我嗎 我好需要 特別是冬天 特別是冬天 我想要 我不想要冬天在那邊騎腳踏車 冬天早上 像早八的課 我在六點多在起床 然後出門騎腳踏車 快冷死了 有時候真的是 就騎腳踏車 那手都會凍僵 我記得我以前有買一個皮的手套 但是可能已經 已經 已經 不知道是脫皮了 還是怎樣丟掉了 還是找 沒找到 可能要再買一選 冬天 那早上很冷 手超冬 一定要戴手套 騎腳踏車 這時候如果有任意們 躲好 我就不用騎腳踏車 我就不會有小腿機 皮手套很保暖 對 有點帥 技男跟文化誰比較高 這我不清楚耶 有沒有讀過文化 還是技男的同學分享一下 文化在哪裡啊 文化在哪裡啊 我還沒有去過文化 我雖然地理不好 但是去過的地方 我有20%會記得 20%會不會太少 但沒去過我是真的不會知道 至少去過有20%的機率會知道 像上次去了濟南大學 我就知道 他是在台中 車停在學校一個暑假回來 會不會螞蟻站點 真是個鳥與花香的學校啊 我有20%記得已經很不錯了耶 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 腦袋瓜 鼠腦袋瓜 沒辦法記那麼多東西 濟南大學不在台中嗎 上次你們不是說在台中嗎 我在南投喔 那在台中的是什麼 上次是說玩很大是在台中 對啦 我一直記得 我那時候一直記得 我最近有去了南投 然後我上次 玩很大的時候 我就說玩很大是在 南投 然後你們就糾正我是台中 結果今天你們又講濟南大學 害我又把南投機成台中了 我一次只能夠記一個地方 我就是被玩很大那個混淆了 我一次只能記一個地方啦 那應該差不多啦 中南部嘛 沒有我是搞混了 濟南 濟南比文化更高 我覺得我上去頭好暈喔 我真的很不會坐車 還沒有成為長久記憶 還沒有成為長久記憶 真的我的記憶力真的是 我這樣不能當合格的倉鼠 小豆腐可以記住很多巢穴 沒辦法啊 因為我又不是真的是倉鼠 而且倉鼠的記憶力也沒有很好啊 如果是兔子還是什麼可能比較聰明啊 倉鼠就會比較笨啊 你們看我這個樣子你們還不知道嗎 還不知道倉鼠很笨嗎 欸 東海大學在哪 我知道啊 在台中 因為我去台中找乾姊姊的時候 搭那個公車 都會看到東海大學 哪裏 超人的 沒辦法 dre 原來 我本來就笨笨的好不好 明明就給他那個翹翹板的玩具 然後他們都拿來啃 有沒有 怎麼玩都不會玩 我是讀書腦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讀書腦 我真的覺得我隔了那麼多年 我隔了這麼多年 我的腦袋 我覺得我還在適應中 有時候會很怕自己太笨被同學發現 我其實是個老人家 因為像我最近才下載那個 GoodNotes 就是記筆記的APP 然後因為不太會用 所以我常常都問我同學 這個要怎麼合併成一個啊 這個功能要怎麼用 我要怎麼掃描文件 我就一直按問 然後想說同學一定覺得很奇怪 想說你之前是沒用過嗎 手不會用這樣子 笨跟年紀哪有關係 有啊 越老會越笨啊 我小時候很聰明 我小時候是 豬心算全國第三名 我小時候很聰明 越長大就越笨 因為我的腦開始 老化了 我連跟我的平板都不熟了 確實 也不只是APP的問題 是真的跟他不太熟 以前還在手寫時代 但是我還是 有些筆記我還是喜歡手寫 我覺得平板寫的字 有時候就是 歪七扭八的 還是 紙筆的字比較漂亮 開始上學記憶力有變好嗎 不知道耶 但是因為目前上學 好像還沒有開始要背什麼東西 欸 我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 上大學之後 一直要我們上台報告 東西 就我沒有覺得 我有從老師那裡學到什麼 我覺得一直是把我以前 就是 而且是甚至十年前的東西 我開始搬出來 我覺得我還沒有開始在學到記憶什麼東西 還沒有開始用我的 腦 對 就只是把我十年前的東西 很深層的挖出來 但我還沒有開始記憶 現在小孩不會學豬心算嗎 還是有吧 我覺得豬心算還是很好用的 大學是鼓勵自學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耶 我目前還沒有開始背什麼東西 那之後可能就要了啦 最近有開始教一些 計算的部分 然後可能有一些公式要記 但我對 我這禮拜太累 下禮拜再記 現在還在努力融入大家 對 到我目前的感想就是心好累 以前的數學好嗎 我以前數學耶 普普通通吧 就是 就是 考試也是可以考個八九十分的那種 但是 沒有 不是做特別喜歡數學 但是就是 可以讀啦 謝謝David的鍾情玫瑰 對 因為比起數字 我還是比較喜歡 國文英文 語文類的東西 但是 就是 如果是要應付考試的那種 數學 就還可以 八九十分 八九十分就是 老師上課教的東西 都會了啦 然後如果要一百分 應該是 有一些變化陷阱題 你都能融會 貫通就可以一百分了 但也要看啦 不是每個老師都喜歡出陷阱題 有些老師就 就是 給分比較 比較大方 就不太會出什麼陷阱題的 也是有 我是讀書天才 覺得 也不能說是天才 就是 還 還可以 找到一些 讀書的 小技巧 就像 大家都知道我地理 超爛 我連台灣的 幾個縣市在哪 我都講不出來 這種 這麼爛的地理 歷史也蠻爛的 可是 我以前考試地理 歷史也是考一百分啦 真的 我考試前 我讀 我可以 短期記憶 可是我考完是 我就覺得 尖刀機我用不到 我就丟了這樣子 對 對就是 我真的是那種 考試型的啦 就是 就是考試前 背一背就會寫 可是我考完真的 就忘記了 我 機器真的沒那麼好 讀書腦 但我覺得 讀書腦在大學 好像不太管用 對 在大學的話 就是比較需要自己活用的部分 對 我真的每次考完 就把腦袋清空 因為我知道這些東西 我以後用不到 對 一百分是小學子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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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高中也會有啊 國高中也 也 也沒有很困難 大學的話 我覺得大學要拿一百分 也 也不算難耶 但是我必須說大學就是 就是像你報告什麼 你要拿到滿分 確實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大學老師會給你很多加分 條件 對 其實像我以前在澳大念書的時候 也是啊 就是 可能 下課的時候會去找老師 念一些 呃 是 會用 對 平時撐機啊 然後念一些文章 或是練習一些對話 就可以當作加分 然後現在的話 就是 可能上課有準時到 或是上課有踴躍 舉手 回答問題 都有加分 就是可能老師給的成績 不會到 滿分 但是可能 你可以拿到一個基本分90 然後再靠你平時就是 對啊 就是踴躍舉手 發言 加分 應該 要到一百不困難 對不對 基本分是90 沒有 如果你很用心讀應該 90分 不困難吧 謝謝劍翰的烘玫瑰 但是 因為像我在 我在澳大讀書的時候 是 那時候是算 就是GPA 然後就是 其實 所以最高等級啊 是A 好像 有A加嗎 好像就是最高就是A 所以其實 你拿到90分跟99分 不對 你拿到90分跟100分 你都是A 所以就是在那個Range 所以其實是沒差 就換算過去你的GPA 就是是一樣的 可是台灣的話 可能就是 那個分數就是會 90分跟100分 就是差了10分 但是我之前在澳門念書的時候 就是 90分跟100分 都一樣都是A 就沒有差 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澳門念書的時候 我數學好像也是有拿個 我數學不好 我那時候應該是拿了 B加或是A減之類的 但我知道我數學不好 所以我知道我的那個Range 應該是在 就是一定是A減的底 或者是B加的底 但我有點忘記我那時候是拿多少 好 高中前三 高中我已經 我已經10年前 高中 已經離我10年前了 我還要死我前三自願幹啥 但是我在澳門念大學也已經6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也記不太清楚 到底 多少 多少分 真的太久了 總之我就是一個讀書腦 就是 不太擅長 但考試前讀一讀就還行 大學的微積分 大學的微積分是低空飛過 還好我不用上微積分 我們學校應該有微積分可以修啦 但是我 我是不會想修的 修微積分簡直是搞失我自己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 我覺得我現在 我這學修二十六積分 已經很多了 對 股票也要微積分 喔對啊 我們最近開始學 但不算微積分 就是 我們最近開始學 就是要算 算投資報酬率 對不對 就是 比如說一股多少錢 然後 然後你買進的時候多少錢 然後賣掉的時候多少錢 然後你就要算那個投資報酬率 對 但是我現在 還沒有很 很搞懂怎麼算 就是 我 maybe假日的時候再來複習一下 但我今天不想用我這個腦 對就開始 現在有開始學一些計算的東西 然後我最近股票大虧錢 所以我就是 覺得很煩 早上不想要打開我的股票APP 對於數字計算的東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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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不擅長的 3APP不行啦 3APP萬一我下次打開的時候 不是 刪掉我那個錢 不會回來 我不賣掉 那我不一直都是股東嗎 要也要先賣掉好不好 3APP是什麼 什麼愚蠢的想法 5APP 股票一定有賺有賠啦 疊只是一時了 但是就反正最近都在疊 就不是很想打開看 但我覺得開始上學之後 是確實啊 因為學校會教一些 比如說 就是會講一下 最近國際上有什麼大新聞 什麼東西的 所以就會稍微 稍微有一個概念 稍微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不然我以前的話 我又不看新聞 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就我覺得至少 至少我現在 又比較跟得上時事 然後我自己也會主動去看新聞 就是比較跟上一下這個世界 維京APP刪了嗎 當然 活動結束一個禮拜就刪掉了吧 我還多留了一個禮拜才刪掉 我手機真的記憶體不夠了 對 特別是開學以後 開學以後 下載一堆有的沒有的 就像老師叫我們要下載 什麼Chat GPT 啊 然後 然後要下載 什麼點名的系統 然後還要下載 什麼什麼 Microsoft 什麼一堆有的沒有的 手機記憶體都爆炸了 太多東西 所以 午餐配新聞 對 因為中午沒有同學要跟我聊天 就是大家都各自看自己的平板 或是手機 所以我也不得已 也只好就好 不知道看什麼 看個新聞好了 對然後因為在學校 我又不太敢滑IG 就是 或是修圖什麼 有沒有 就是怕身份曝光 所以就只能 就是假裝這個平凡了 就看個新聞這樣 我在學校我能做的事情 就不多 中午的時候 我多想練舞 可是我又不能練舞 我如果練舞的話 大家就知道我伸手不凡 所以我這樣覺得 我平常 我中午 我真的只能看新聞而已啊 然後像 現在學校也有在上日文課 但是因為 最近就是 沒 不管任何學校 就是 上日文課的前幾週 就是 都是在基礎 開始 有實音 評假名 騙假名 所以 我就只能 上課之後好 我繼續讀我的N1 對 但是我又不想要其他同學 就是 就是覺得我好像日文很好 怎麼已經開始讀N1了 所以我每次都是 就是 我休息時間我也不敢拿出來 我就怕我讀了 然後人家問說 你在讀什麼 然後我就 N1 就是 我會覺得 不好意思 所以我每次都只有 我只有在日文課本課的時候 我才會 默默的拿出我的N1的書 然後把它寫在筆記本上面 就是寫過比較有印象 就是 反正上課就 坐在那邊 也是坐在那邊 我還是要寫一點東西 所以我就只有在日文課的時候 會拿出來 然後就是 寫一些日文單字 這樣子 就是至少不要浪費時間 但是老師 講 要小考 或是什麼 重要事情的時候 還是會聽 這樣子 但是就是 其他講我會的東西 我就讀其他新的東西 這樣子 那我就是 對啊 因為上課的時候大家也就是 應該說 對 上課的時候大家都想睡覺 所以沒有人會管 旁邊的人在幹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趕快 猛讀N1 猛讀N1 就是你看 那 就算可能 每次課堂就是 短短幾個小時讀 但是我也是 都有在讀新的東西啊 對 那下課的時候就是 睡覺或是幹嘛 對我下課很常都在睡覺 不想要發現我們不一樣 對 只有上課 大家就趁 因為下課大家都是一尾活龍 有沒有 所以下課的時候 我就是要睡覺 或者是 對就是 裝水啊 去廁所就這樣 下課就沒了 但是上課的時候 大家最想睡覺的時候 就趕快 趕快猛讀 沒有人發現我寫得很認真嗎 應該大家會想說 哇這人很認真上日文課吧 這樣 但是 殊不知我寫的 全部不是老師 老師黑板上的筆記 我在寫我自己的東西 在想說 這人那種糞筆記書 怎麼那麼多東西寫啊 這樣 對 要善用時間啊 我每次看到同學上課的時候 睡覺我都覺得 就是 可以做很多自己的事情啊 回家 我也很困 其實我上日文課的時候 我也很困啊 就是 我已經讀幾次日文 我還一直 我還一直從 跟大家一起從 五十音開始學起 我也很困啊 但是 我還是 很努力就是 在上課的時候 努力的 讀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 然後我覺得也是 對老師的尊重啊 我上課不會睡覺 對 就算很困 我也會 撐著這樣子 對 就是一定會 就是我雖然很困 但我還是一直寫筆記 一直寫筆記 然後下課的時候 我才會睡覺 我覺得下課有密一下 精神 就差蠻多的 老手開新帳號 還是要經過新手教學 就是啊 我的人生就是 不斷的reset啊 就是 各種 真的就是一直一直在 一直在重新 我是希望 這次可以好好 順利逼 我不想要再重新 我覺得我也沒有那個 精氣神 我沒有那個體力精力 再重新開始 然後還要處理 就是複雜的人氣關係 其實挺累的 會在穿插韓文嗎 韓文還是每天都有在讀啊 對 但是開學之後就是 一天讀韓文時間 就比較少了 同學借我筆記看一定傻眼 不會有同學要借我的筆記買 不好意思 我上課都沒有做過任何筆記 我都寫我自己的東西 我都寫我自己的東西 我是為了下課睡覺 所以我上課先把自己搞得累一點 對然後下課趕快睡覺 在綿帳的洞天把這個下課睡眠 才能夠以為自己的確可以 你無法在死 是什麼 你不可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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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之前去問學校 反正就是 畢業有修到 有修到規定的學分 就ok了 自己撐起真主 我不想要 就是我很 什麼事情都自己來 其實蠻累的 我也希望會有好的隊友 這樣就沒關係 就是跟著大家一起的話 也比較容易跟班上的同學熟悉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 選一個自己沒有接觸過的 科系其實 其實 蠻好的 當做一個新的挑戰 雖然我知道讀 語言相關對我來說會比較 輕鬆 但是 但是 好像 也就那樣了嘛 語言這個東西 就是你看我 我現在 雖然不是讀語言相關 可以到我自己還是 一直有在精進我的語言能力 所以 現在反而可以多知道一些其他的 東西 雖然會覺得蠻有挑戰性 也蠻累的 蠻辛苦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 是新的挑戰 人總是要挑戰一些沒有嘗試過的東西 謝謝肥像的紅玫瑰 希望我可以順利撐過其中 期末 目前最有興趣的是什麼課程 最有興趣的課程 我想一下 最有興趣 其實 我看一下我的課表 看一下我 我平板有沒有我的課表 看一下我 我平板有沒有我的課表 找一下 找一下 哇 沒有課表 最有興趣的課目 對啊 其實 等一下 我從星期一開始想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最有興趣的課目 最有興趣的課目 我都想了一下 但是 真的要說我很有興趣 好像還真的沒有 對不起我想了有點久 但是 那這顆 這顆戲是我自己選的嘛 沒有我很努力想要想出哪個課目 是我最有興趣 我想一下 我覺得真的都沒有什麼 要興趣 就是如果說我今天 如果是念 語文相關 像我五專是念 外文系 然後我在澳門 的時候 是念 日文系 就是 都是語言相關的 然後像那時候 要問我最喜歡的課的話 我可能 比如說 日文課裡面 日文系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課 應該是 可能是 就是雖然都是日文課 但是會有分很多 比如說 我有點忘記 其實我那時候 都上的蠻開心的 然後可能 妹妹最喜歡的是 日文 繪畫課 好了 就是很輕鬆 就是跟大家聊天的感覺 之類的 然後 讀外文系的話 就是 雖然主要都是 英文相關 但是就是 也是會有分很多 比如說 有什麼 電影上戲 文學 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可能 因為我 離五磚也已經 十幾年前 我想找一下 這邊會不會有我 以前的那個 以前的那個資料 我看一下有沒有 看起來是沒有在這裡 可能 萬文系最喜歡的 可能是 英文 文法之類的 好 雖然應該不是 但是我想不起來 對我可能會講出一個 自己最喜歡的 一門課 對然後 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就是所有的東西 對我來說 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東西 但是因為 對我來說 會學起來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好像 就是也 沒有說特別有興趣 但是我覺得 老師是蠻認真的 蠻認真的 不會轉型 是不會啦 但是就是因為現在學的東西 對我來說比較有 挑戰性一點 對 我覺得可能 在下個禮拜再問我 或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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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學的結束再問我 我現在是 對我現在是沒有覺得 哪一個 最有興趣 但我有覺得 老師都上的蠻 蠻認真的 就是會有覺得 比較喜歡的老師 是有的 謝謝David的 向日葵花海 大學是找興趣的地方 但其實我很清楚自己的興趣 就是 我喜歡語言 我喜歡音樂 我喜歡表演 我知道 這是我的興趣 但是我現在讀大學 選了一個 跟這些都毫無相關的科系 就只是 就想學新的東西 就是有點 對 應該說 我不是真的對這些東西很有興趣 但是我覺得 它對我的未來 是會有幫助的 對 對啊我五專是另外細畢業的 這科系是我自己選擇 然後我想要學習新的專業 但是不見得是我有興趣 但是我覺得這個專業是可以幫助我賺更多錢 比如說 比如說 國際關 股票 對 就是 因為我自己玩股票 我也是有點 對啊就是沒有 沒有到很了解 但是現在的話 就是可以 多了解 這方面的東西 對 雖然現在商科還沒有在教什麼股票的東西 但是就是 就是 慢慢 慢慢了解 對 就是我覺得 雖然我現在 不能說多有興趣 但我覺得可能只是 還沒有上到那個難的部分 但我覺得 就是 真的要上到我有興趣的部分 可能是 跟錢有相關 就 這個東西 我可能可以賺很多錢 然後就覺得 對 跟錢有關係 應該大家都會很有興趣吧 對 我是抱持這個想法 但目前還沒有多大興趣 目前就是還在 都是在上一些概論什麼的 對 對 投資學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這個課可以修 但 如果有的話 對 我目前還沒有上什麼投資學 但是有的話 我會蠻想學的 就是 不見得是我有興趣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 我對錢也有興趣 就是 你看人 人長大了之後 就開始 開始變得現實了 就是我想要賺錢 我已經 我已經受夠了 就是 就是貧困的生活 就覺得 我想要賺錢 謝謝JCH 戳戳你 對啊 我記得像那時候 開學第一週 上台自我介紹 然後老師就問說 希望 在這堂課學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有說 希望自己可以知道 就是 培養國際觀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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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能就 對啊 希望之後可以賺很多錢 第一週我就講了 就是我選這顆性 本身 對啊 不見得是我多有興趣 但我有興趣的是錢 我想賺錢 對 沒有錢 就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錢 連夢想都 很難達成 就是 雖然我已經當了六年的偶像 但是 其實能夠走到今天 也 挺不容易的 就是我真的算是很省的人了 所以才 對 對 有些人可能家裡會 還是會給一些零用錢 什麼 但是因為我都沒有嘛 所以我其實覺得 走得蠻辛苦的 賺錢的方法 刑法都有 刑法會有 什麼意思 為什麼 好 好的老師 讓你少年男 壞的老師 讓你住套房 為什麼 住套房是什麼意思 喔 意思是 學不到東西 買不起房子 只能住套房 是這個意思嗎 誰對錢沒興趣的 可是一般人 就算對錢有興趣 也不會直接講出來 很多人不會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但我是會 對 我就很明白說 我就是對錢有興趣 所以我選了一個 沒有挑戰過的領域的科系 喔 股票被套牢住叫套房 這我還真不知道 股票用 這大家都知道喔 這上課怎麼沒教我 這個如果上課有教我 我一定會 你們是哪裡學會的 你們上課也有交股票喔 住套房 為什麼 壞的老師會讓你住套房 這個老師沒有講好不好 老師哪有講 電視學的 你們都看什麼電視 我的電視怎麼都沒有交 壞的老師會害女朋友 不算 可是你股票賠不選 是看自己吧 就是 學校老師也只是 教你 基本而已 其他你還是要看自己 你們那邊老師是說 股票分析師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在YouTube有看過廣告 就是有那種 老老的老人家 也沒有很老 就是 中年 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很常 就是查股票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很常會 我很常 對我最近真的很常 不只前陣子就開始 結果看到很多老師 對 跟著郭老師 帶你飛上天啊 我們來看這個股票的曲線 然後什麼 什麼先低再高 然後什麼 就可觀察 然後什麼的 然後 現在就點擊下方連結 加入我的Line群組 你們有花到這個廣告啊 而且不只一個老師 我花到好幾個 不同的老師欸 對他們就最後有一個 什麼Line群組就對了 然後他就會說 我會給你什麼婚禧這樣 而且要那種很台灣國語的 所以你們說的老師是這個 所以你們有加這種群組 不然你們怎麼知道 那是詐騙廣告嗎 我不知道欸 我真的很常被 很常被推 可是我都把他看完 因為他講的東西我都沒聽過 就是 因為我自己看股票 我可能就是大概看一下 覺得他應該之後會漲吧 然後就買這樣子 然後可是 我看那個廣告 他就是講得很detail 就是說你要先觀察那個 什麼 什麼 小時的曲線怎麼樣 然後低還高那些 然後 我就看了就 原來又還有這些喔 這樣子 我沒有要加那曲 但我都會把那廣告看完 看完之後就覺得 好像 就是 是真的有多懂了一些什麼 因為我之前是真的啥都不懂 我開的話你一定付錢 我才不會 我才不會開這種 這種投資都是有風險的 萬一到時候大家賠起來 不告訴我 我覺得股票這種東西 就是只能跟你分析一個大概 但是到時候國際市場會怎麼樣 就算是大師也不一定能夠 很準確的命中啊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要靠自己啊 如果什麼都聽別人 然後到時候賠錢 還要怪別人 我覺得這就有一點 小鼻子小眼子了 我們買股票 對自己負責啊 我覺得看那些什麼老師 我還是比較信我自己啊 雖然我目前 我目前是虧的狀態 但是我相信 紅雞 紅雞會長回來 我已經喊了幾個 你不然紅雞怎麼還沒長回來 一直疊 一直疊 現在是40了 現在 紅雞 紅雞會長回來的 紅雞 只是我對他的信任 對 紅雞沒 可以吧 我再等他 給他一點時間 可以吧 我現在在住套房啊 對啊 最近的話題都在紅海 好可愛 紅雞是黃昏期耶 我之前紅雞賺很多耶 我之前紅雞賺很多耶 因為我紅雞買蠻久啦 哎呀哎呀 不小心把這個弄下來 華碩賺更多 我現在被套牢了 我現在在住套房 就先這樣吧 反正我開學 我已經精疲力盡了 我真的沒有 上早八的課 我真的是沒有時間 在那邊盯股票 我覺得好累喔 我打算把手邊的 就是賣一賣 不要賠太多 我目前還沒有賠過 我是想說再放一陣子 反正就 就把它賣一賣 然後可能之後 就不會買那麼多了 我真的 我現在真的精疲力盡 我沒有 我沒有辦法再顧股票 我覺得好累 無聊的課可以拿來看 無聊的 你說日文課嗎 日文課在下午已經 已經收盤了 我想想我上午的課 有沒有 可以看盤 沒有耶 上午的課 上午的課都挺 就是需要全神貫注 體育課沒辦法看 雖然體育課在上午 我們沒有無聊的課 上午的課都挺認真的 下午的課反而 我覺得 但我覺得學校排課 是有它的道理耶 就是 就是下午的課都會排的 越晚的課 越 越 越輕鬆 算是 就是 可能知道大家的心也快飛走了 就是真的 越接近下課的那種課通常都蠻輕鬆的 對 像我們那天 那天最後一二節的課 我們在幹嘛呢 我們在玩遊戲 我們在玩傳接話的遊戲 就那一門課是在講那個 職場溝通 職場溝通 然後所以老師就說 大家有沒有玩過 就是小學大家應該都有玩過 那個傳接話的遊戲 然後我們現在來玩一下 然後對 就分了三大組 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 全班那麼多人 然後這樣傳話 然後 然後 而且玩了 玩了大半節課吧 玩了三分之二節的課 然後 然後 為什麼要玩這個遊戲呢 然後老師最後就說了 就是因為 就想問一下 大家玩完這個遊戲 因為 常會一句話 然後傳到最後的人 就是都不一樣 然後老師說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呢 然後就要我們去探討說 對 可能是因為 每個人的那個 思想比較 想到的東西會比較不一樣 所以 所以也會造成 傳話的時候 有一些不同 就是要我們去討論這些東西 可是我想說 這遊戲有沒有要玩到 將級一整節課嗎 就是 第一part的時候 玩 是講國語 然後 第二round的時候 講 台語 第三round的時候 講日文 對 好像總共玩了 三round的樣子吧 然後因為人很多 就傳 然後第四round是 匕首畫腳 第四round是匕首畫腳 而且還放那個 因為 就一直傳接好像有點boring 然後還放了 天才衝衝衝 那個 那個音樂 我想說我懂 老師要傳達那個 對 溝通的重要性 然後還有說 溝通的時候 為什麼會造成誤傳 是因為有些外在因素 影響 等等 我能懂 但我想說有必要玩到 四round嗎 所以我想說 很隨時間耶 對啊 但就蠻輕鬆 因為那個就是最後兩節課 大家其實都已經很想趕快回家了 大家都想回家 所以就玩一些比較輕鬆的遊戲吧 我的猜應該是這樣 我的猜應該是這樣 對 就看傳到最後變什麼 然後我記得 那個 因為前面玩了 就是有講台語的 跟講 中文的 然後第三段就說 那來挑戰講 日文的 對然後 然後 出題的是一個 是一個 是請同學出題 然後 那個同學就 就出了那個 咒術迴戰的 這個 而且要搭配這個手勢 然後 因為他們那時候聽到說 要出日文 他們說 會日文的去前面聽這樣子 然後就把我推去前面聽了 然後 然後出題的那時候 還先問說 你們有看過 咒術迴戰嗎 然後 因為總共分三組 然後 有一個女生說 他有看過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 他 我們沒看過耶 超中二單 而且這句真的太長了 真的太長了 這是 就傳到最後 第一組的同學只講了 只講了 這樣子 然後他說有兩句 他說沒有我只聽到一句 因為這句真的太長了 我唸很標準 廢話 因為我會日文啊 可是 因為我沒看過 所以我就只是 我知道留意去展開 但是後面那我不知道是啥 我一直覺得 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咒術 很多人都說很好看 然後都沒看過 還有什麼 很多大家都很好看的 排球少年也是很多人超推 然後我也沒看過 然後我也沒看過 我不知道是我看太冷門嗎 像我看我推的孩子 然後同學都沒有人看過 然後我都沒有辦法跟他們有共同的話題 我想說 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些大家都有看過的 可能是排球少年還是咒術的 也許我可以跟同學有一點話題 因為現在小孩好像都看這些嗎 他們都看什麼 可能就是咒術跟排球吧 我不知道 咒術你們覺得還好 是不是 對啊 我推沒有人看過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們班同學 到底大家興趣是什麼 我跟他們沒有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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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怪 我不知道 所以我在班上 我常常覺得我很隆理耶 就是 我就真的不知道跟同學聊什麼話題 然後我上次就只能硬聊 就是 像我那天就是 就是奶奶把我的鞋子穿走 然後我就只能 就是因為大家都不講話 然後我就只能自己 就是 我今天這鞋是我姐的耶 因為他把我穿走了 就是 我就只能硬聊我自己的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沒有什麼共同話題 其實也是蠻累的 就是 你永遠都要當那個開話題的人 但是跟Ru講的話不會啊 就跟Ru講他們戲上的人 就是 就是 就是可以聊超多東西的 就是他會 跟我們分享他們戲上有很多 很有趣的人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對 但是 跟我們班上的人 就真的 就是聊不太起來 我不知道 不可能為了 為了朋友轉戲吧 而且我還是 還是比較喜歡我現在的科系 因為我現在的這個科系其實 比較 對 算是比較難進 比較難進的科系 分數比較高 所以 我能夠 我能夠 然後 蠻前面就進來 我就覺得 要好好 要好好珍惜 對 藍色監獄喔 好 下次中午找來看看 我覺得我中午的時候 我如果中午一天看一集動漫 我應該到時候累積很多話題 可以跟大家聊 如果大家還是沒有看過 那也沒辦法 我已經很努力了 我已經很努力了 孤獨搖滾 我覺得更不可能有人看過 我也以為我推算很大眾了 我真的不知道欸 還是我下次 直接問我同學 說你們到底都看什麼 你們到底興趣什麼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我覺得在自己班上 真的好悶悶到一個不行 但是我就是想要跳脫到別的小圈圈 我已經 就是 怎麼講 因為我已經跟他們相處這麼多的禮拜 就是 也很難跳到別的小圈圈裡面 然後 又 又覺得 好像會 不想要拋棄他們的那種感覺 就有點 對 最近有點 有點 在學校上面的困難 就是覺得 跟自己戲上的人 好像聊不太起來 然後反而跟別戲的 就是很開心 對 謝謝 謝謝土師集的事業潮 剛開始都會這樣嗎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 我在澳門念大學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 而且因為 澳大有那個 新生 銀星有辦銀星活動 所以其實在銀星的時候 就有蠻多學長姐 然後帶我們認識大家 然後其實最一開始就是 對啊 就是跟學長姐們一起 然後也會認識自己 同屆的同學 所以大家很快就混熟 然後我們也會有很多 就是 我們那時候是以書院為單位 就是會有很多書院的活動 所以大家就會熟 可是 我現在的話 是沒有 沒有 沒有辦什麼銀星活動 對 所以就 可能比較難 跟大家認識 這樣子 一開始認識之後 不一定熟 真的嗎 可是我覺得 我算是蠻忠誠度高的人 就我會有點不想要 拋棄我的隊友 你知道嗎 就畢竟我們還分了蠻多組 是在一起的 然後還有 還有分組報告什麼的 還是要一起 細學會沒做事嗎 不知道欸 沒有看到在辦什麼銀星的 就是有看到很多銀星 都是社團在辦的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想要加社團 雖然是也蠻想要加入什麼吉他社之類 因為我都沒有找老師學過吉他 雖然蠻想加個什麼吉他社 來學一下基礎看看的 但是 就是一想到我要是加了社團 那我不是又得認識一群 就是新的人嗎 然後我又要擔心自己身份曝光 就是我想要降低我再多認識別人的風險啦 就我也不想要再認識新人 我覺得光是搬上這一群人 就已經夠了 你們懂嗎 就是 我不想 對 就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限制啊 就是做事情又有點顧左右而言他的感覺 對 我是可以主動的人 但是就是又有點怕自己太過主動 就是會身份曝光 所以就是 又不想要在班上是那種太踴躍 太注目太醒目的人 但是有時候就是大家都不回答的時候 我就又不得不就是回答問題這樣子 我最近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就覺得我好像還沒有適應學校生活 就是這樣 認識一定的人的話就會有人知道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自己班上可能 maybe三四十個人 差不多 差不多了 越多人知道 要是有一個人他的朋友的朋友 知道我們團體 然後就可能 就是 就有機會被發現 所以我就覺得 剛好我們班上同學 好像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這樣子 就可以隱藏得好好的 就不要再增加那個 多一個人認識我的風險這樣子 絕對一定有人知道 只是不說出來 沒有我真的 覺得不可能 我覺得沒有 沒有人知道 我在學校的樣子 跟平常 idol的樣子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而且如果有同學知道 一定會像Ru醬那樣 馬上就問 這位是你嗎 我看到 我點進去看到你們官網 看到IG上面 我看了你的影片 而且Ru醬還去Youtube搜尋 搜尋我的名字 我還看到你之前有上狼人殺 對啊就是 我跟妳講 你知道的話一定會問的 一定會問 Ru醬是已經把我調查完了 就是他連我之前上過什麼節目 他都查一輪了 那如果我班上有同學知道 不可能不講出來 因為如果是我 我突然偶然發現 天啊我班上有一個明星 我一定會忍不住去跟他打發 欸你是那個誰 你有上過什麼節目喔 這樣子 就如果是我一定會忍不住想問 你知道嗎 絕對會想問 一定會忍不住的 我都會想問 所以目前沒有應該真的是沒有人發現 所以我覺得 就平凡也聽好了 有講是偵探 沒有他是看帥哥 他是看帥哥剛好看到我的好不好 我不是一人 但是我覺得就是社會一嘛 就是 出社會久了就是 就比如說現在同學 在走廊上看到老師 都對到眼了 也不會跟老師打個招呼欸 我的話是因為 最近AKB一直以來都被教懂 一定要打招呼 就算 因為好研的辦公室 在喜歡的隔壁嘛 那有時候看到喜歡的 的 的 員工 其實我們也不認識 但是還是會打招呼啊 那就是在學校 看到老師 認識不認識 都是打個招呼 人家是老師嘛 那特別是 教過我們老師 那是肯定要打招呼 我是同學就看到老師 就跑掉 好像不認識一樣 然後我都是很大 老師好 老師掰掰 而且一定是面帶笑容 就是有點 我有發現我跟其他同學很 就是在打招呼這方面 是很不一樣 那我真的不知道欸 就你們學生的時期 看到老師是 會能躲就躲是不是 可是我有點回想不起來 因為我出社會太久了 就是 就是看到 老師看到任何的工作人員 一定都是 一定都是 面帶笑容的打招呼 而且一定要很元氣的那種 老師好 老師掰掰 這樣子 對 然後我覺得好像有點 就是 跟其他同學還是不太一樣 但就沒辦法 這已經 你叫我看到老師不打招呼 沒有辦法 我覺得很不禮貌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已經習慣了 這東西我真的習慣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 就像 上課的時候 就是 你說MC的時候 最忌諱什麼 就是空拍 我沒有辦法容許那個空拍 我沒有辦法 讓那個時間 就這樣浪費掉 然後就是很尷尬 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允許 可是我 對 我就覺得好像 在學校裡面 好像跟其他同學有點不一樣的點 對 我自己 目前感受是這樣 為什麼大家都不回答問題 為什麼大家不跟老師打招呼 為什麼沒有人要理老師 看他討厭老師 沒有討厭的老師 我覺得老師都蠻認真的 對 目前的觀察日期 就到這邊 就是 之後如果有 我新的觀察 再跟大家分享 對 那我自己目前觀察到都有 就是打招呼 這個讓我覺得 不行了 他是不理老師 這樣子 台灣不太注重 真的 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 我已經習慣了 沒辦法不打招呼 甚至是有時候我看到學校的老師 會想打招呼 那老師是想 就是頭低著 默默的走掉的那種感覺 就是感覺好像 因為老師知道他抬起頭 也不會有同學跟他打招呼 所以老師都低著頭走路的那種感覺 是 打招呼 就算了 還帶入職業病 沒有 我覺得是 是 好好 是 是職業病 但因為我面帶笑容 跟老師打招呼的時候 老師也是面帶笑容的回應我 所以 我就覺得 就老師是笑的 我沒必要臉是 不笑的 對不對 而且 就像我們有一個老師 就是 我說很喜歡調查 的那個老師 就是會調查說 大家有沒有交過男女朋友 大家以後有沒有想出來 的那個老師 他 他上禮拜又調查了一次 大家有沒有想到生小孩 還是是這禮拜一 好像是這禮拜 他又調查了一次 可是這次沒有加分 對不對 對 他調查完說 這我是不是之前 問過你們班 我想說 老師到底有 調查了多少班級 生小孩的意願 他問過了老師 而且因為 上次舉手的人很少 好像就是 六七個人而已 然後這次老師在問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會加分 然後大家 全班幾乎都舉手 然後老師就說 這次沒有要加分 這樣 然後那個老師就是 上課滿有趣 滿活潑 喜歡跟我們互動 然後 他 點名的時候 也很強調 他說點名的時候 就是要 面帶笑容 這樣子 雖然老師這麼講 但每次 點名的時候 大家還是就 這樣 要舉不舉的 可是因為老師說 點名的時候 要面帶笑容 每次舉手 這樣子 老師就說 很好 這個笑容 非常好 這樣 不是啊 老師說 點名的時候 要面帶笑容 然後大家 大家面帶笑容 表情是這樣 當然是 要把手舉得很高 很直 然後這樣子 要 這樣子 我就是最聽話的那種學生啊 我也沒有說 要立志成為什麼 老師最愛的學生 但我 我只是 針對老師的回應 就是 有求必應而已 老師要我怎樣 我就怎樣 老師要我給他一個 最大的笑容 我就是給他很大的笑容 如果我是女同學 會覺得我是怪人 會嗎 我這是很捧場欸 我這是很捧老師的場欸 如果遇到臭臉老師 遇到臭臉老師 沒幾個老師會臭臉啊 沒有什麼臭臉老師啊 老師一定都喜歡 活潑的學生啊 但我覺得現在學生真的是太冷漠了 謝謝小拐麵線 祝祝鳥 他還好笨 但是我覺得 我本來就散發一個笨笨的氣息啊 我覺得我本來就有散發笨笨氣息 這跟我上課有沒有踴躍回答 是沒有關係的 對 就是我笨的這件事情是 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 我相信班上的同學應該 都能夠感覺得到 對 因為我也很常傻笑啊 對 就是就算沒跟我講過話的同學 看我的臉 那邊 也知道這同學是傻的 所以我就算上課的時候 都沒人要舉手 我自己舉手 大家也會覺得 他是傻的 這樣 但是因為 但我要先說一下 因為我們的那個座號 我們的座號是 是照那個分數牌的 所以我的號碼很前面 所以同學應該看號碼的話 應該會知道我是聰明的人 對 就是因為像現在升學有很多機制 像我們班上前五號的 就是 那種 怎麼講 就是有一些技優入學還是什麼的管道 就是他們不用考試 前五號是這樣 但我們前五號總共只有三個人 就是可能 技優的人 他們有更好的選擇就是去了 所以我們前五號其實就有三個人 就是有兩個號碼是空著的 對 然後我是十號 所以等於 照成績來排的話 我是六七八九十 我是我們班上第五名 第五成績高進來的 在四個人 就要是讓你去旅程 小大大3 小大大30… 三十幾號 的 班上同學都直接叫我Mina了嗎? 班上同學只有一個人有叫過我Mina而已 其他人都沒有叫過我 就是沒有稱呼過我 就是那種下課就餓走吧 就是不會叫名字的 然後叫我Mina的時候我沒有講過話 上次在課堂上討論的時候 Mina以後想做的職業是什麼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叫我Mina 好開心 對阿就是平常跟熟的一群人就是 等一下幹嘛 好累喔 什麼時候下課啊 就是這樣不會叫名字 所以我第一次被叫名字 就是第一次講話的同學 就那Mina將來想做的職業是什麼 我那時候真的很開心喔 我開學第四週了 好像是這一週嗎 這一週還上的 我一定搞不清楚 反正每天都日復一日 然後就好開心喔 第一次被叫Mina 終於有人叫我Mina了 這樣 我真的非常感謝那位同學 雖然他看不到我的直播 但我在這邊鄭重感謝那位同學 我帶到我的直播 所以在這幾個時間 我快一點 我快一點 我我快一點 我快一點 我快一點 在一旁邊 就讓我緊張 我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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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在想會不會我同學其實不知道我叫Mina 就每天見面也不見得知道對方叫什麼名字 怎麼知道我的英文 我都上台自我介紹幾次了 然後我的LINE的名字也是Mina 怎麼說也該知道我是Mina吧 而且我很努力在記班上同學的名字 因為老師之前有說過 要隨機抽考班上同學的名字講對可以加分 從那天開始我就很努力一天記幾個同學的名字 雖然現在還是有很多同學教不出來 但我已經很努力在記了 這也是學生的功課 自己班上同學一定要記得名字的 雖然我知道其他人一定沒有很用心想要記 所以現在的學生不是很在意老師說什麼 就算老師會加分他們也沒有很在意加分 加分不加分 握手會替粉絲的本事用上 對耶我覺得記名字對我來說 就是我要做的功課 而且更很快 因為班上同學是幾乎每天都會見面的耶 我握手會半年 還是一年才能跟你們見一次 每天見面的同學如果都記不住的話 有點說不過去 謝謝敬善愛的煙火 其他同學都叫我什麼 就沒有叫過啊 剛剛不就10分鐘前做這個話題 什麼 沒有在聽 希望是我的同學 不行啦 你們要是當我同學 那我就別看了啦 那你們一天到晚把我的那個 穿著我的應援衣 去聖誕廳去上課 然後書包上掛著Mina的吊飾 這來不被其他同學發現 你為什麼上面有那個 那是傻呀 那我就露餡了 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高調的人 你們這些高調的人 有人帶喔 沒有人 沒有人帶嗎 那個吊飾就是要給你們帶出門的啊 但我還是覺得對阿 不要被班上同學發現比較好 因為 班上同學知道的話 就很 很不自在耶 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都會覺得很 很有壓力的 只有活動才會掛上 真的假的 我自己其實不瞞你們說 不瞞你們說 等一下喔 不瞞你們說我的那個 我的悠遊卡 這個是我的悠遊卡 我每天把自己帶在身上 嗶嗶 就是 對 另一面是我的那個 悠遊卡 然後這一面是放 我自己的小卡 因為 因為另一面很醜耶 另一面很醜 所以我就會放我的小卡在上面 那個Size 放在卡套剛剛好 同學沒有看 不會阿 因為我有同學在的話 我都會逼另一面 對 沒有人在的時候我就會逼這面 想說 後面逼卡的人搞不好看到 會覺得這個人好漂亮 刷 這叫什麼 假刷卡 真刷存在 這樣子 就是對阿 如果有認識的人的話 就逼另一面 後面是不認識的 就逼 可愛的這一面 對 他用不 不會用不見 這卡電電帶在身上 怎麼會用不見 大家也可以把我的小卡 放在你們的卡套裡面 隨身帶著喔 對 但每次都要注意有沒有用錯邊 萬一用錯邊就很尷尬 但我覺得也還好 因為第一眼看也不會覺得是我 因為我上課也 我上課也不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第一眼看也認不出來是我 對 壓克力力牌有帶什麼 沒有那個太顯眼 那如果是倉俗的那個 倉俗的那個還可以掉在包包上 沒有人逼卡 會特別看別人逼的卡上面是誰吧 而且現在大家都那麼愛追星 所以可能也會覺得 欸是哪個偶像 沒想過 欸其實我就是偶像本人對吧 想不到吧 就是真的啦 一般人不會特別想到這些 這很好用欸 你原來是放另一張 對啊這個就是可以放在卡套裡面的啊 太自戀了吧 不是我要解釋 就是呢 因為我 我開學第一週的時候 我開學第一週的時候 還沒有拿到學生證 然後 因為開學了 每天都要出門 所以我有買定期票 然後 然後 我那個時候 就也沒有 也沒有帶悠遊卡出門 就是我原本的悠遊卡 我也沒有帶出門 然後我就用我的信用卡 當我的悠遊卡 去買了定期票 可是因為我的信用卡 就是 背面 會寫那個 就是我的信用卡號 然後不是還會有三位數的驗證嗎 可是那個就是如果直接 對 就是因為我直接用我的信用卡 當我的定期票用了 對 可是如果說 我沒有用這個東東的話 就是直接正面就會看到 我的卡號什麼的 就算它是反面 可是就是很容易被看到 就不太好 就那時候想說 欸怎麼辦 然後我就 對 就那個安全碼會曝光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欸要用什麼東西 然後就 看到了小卡 然後發現欸 這尺寸剛剛好欸 所以我就 所以我才放 是因為我 那時候我的悠遊卡 不知道丟去哪裡 一時沒找到 然後我就用了信用卡 加定期票 對 所以我其實是為了 遮我的那個資料 所以我才放小卡 然後 然後 用了之後 就覺得其實蠻可愛的 對 就 被自己可愛到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 對 就一直放 這樣 未來有機會出一個 單獨小倉鼠的吊飾嗎 單獨小倉鼠的吊飾嗎 有啊 這次的那個 這次的那個 壓克力 就有出一隻倉鼠 可以當吊飾啊 對 小卡可以這樣有 定期票 沒有 捷運沒有學生價啊 好看 對啊 鼠也有打孔 可以把我 可以把小倉鼠當出來 但我現在不知道收去哪裡 反正那個鼠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當成吊飾的 裡面都有附那個 那個 吊的那個圈圈 因為每天出門的話 而且我常常 一天要跑好幾個地方嘛 就是空堂的時候 可能要去哪裡 去去去去 去探電 然後再回學校 然後下課之後又去公司 就是很頻繁的在 搭節日 所以 還是要買定期票 比較划算 對 面子用到現在退色了 畢竟外面是 漆顏色上去的 對 那種其實都蠻容易 退色的 不過那個 也蠻便宜的啊 就隨便去 去吃個壽司牛牛蛋 也會送 那個啊 就把它拆下來 用在上面 有在用它是好事啊 開心聽到大家說也有在用 對對我自己都 本人都有在用的 不用的話就太可惜了 那麼可愛的周邊對不對 對 然後我今天 我今天 發了一個 新的 Cover 上禮拜 上禮拜六 錄的 是 酸欠少子的 平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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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 是我 最喜歡的一首歌 那時候就 想說 好像可以來錄一下 對 這首應該是蠻多人的 第一首認識他的歌吧 欸他跟我同年耶 他也是96年的 因為唱的時候特別的 因為這首歌也是一個很情感強烈的歌曲啦 所以唱的時候也是蠻 蠻有感觸的 謝謝氣泡量的氣泡水 所以 希望大家會喜歡 可以多去聽幾次 對 我記得那時候 去錄音的時候 然後 錄音師還問說 欸這首歌聽起來蠻 就日搖 蠻搖滾 然後就問我說 為什麼我是代目吉他 對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想要致敬 就是因為他的 他的 他的 MV也好 他的 對 他就每一首歌 他幾乎都是背著 他的木吉他 對 所以 我那時候 背木吉他的原因 也是 因為我想要致敬 小玉玲 大家記得多去聽幾次 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今天直播 對 今天直播 趁熱 趁熱 今天7點才發的 熱騰騰的cover了 今天來唱一下 這首平行線 消個人聲 我這樣有消到嗎 沒有 有有有有 這樣有消到 好 那就來唱這首 平行線 TEST一下 M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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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 NICHI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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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點斷線 再來 現在大聲一點 好 來唱囉 應該太小聲了 你聽不到 但是他會不會後面突然爆大聲啊 因為他前面沒什麼聲音 聽一下 要調一下喔 我覺得好像低音調少一點 這樣好了 OK もう一回 唱錯歌詞了 對不起看來唱錯 對不起 對不起 很喜歡 很喜歡 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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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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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